好咱们向我一下上去课那种啊 上去课讲什么来着 讲的是图层是吧 什么叫图层啊 layer就是图层 图层呢就是layer 哎你可以看到这个图层怎么样 可以控制它的可见性 对不对 点这个呢 可以选它 对不对 中间一点呢 是什么 是这个啊 这个这个图层蒙版连接 对不对 这是什么图层蒙版 按住shift键是什么效果 啊 进入蒙版 按住out的键 什么效果 查看蒙版 对吧 那么后边是这个改名 双击改名 那么这个位置就可以选择了 按住shave的键可以连选 对不对 可以连选 那么中间的加选减选 按住control键加选 按住control键减选 是不是都可以控制的 哎 那么这次讲什么呢 这次讲什么呢 讲讲这个图层里的特殊的图层 填充图层 总共三种 纯色 渐变 还有图案 先看看什么 纯色啊 纯色 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模式啊 什么呢 模式就这个上面的图层模式差不多 这个时候什么 颜色填充一 就是起个名 哎 他要剪金了 比如说选个红色吧 选红色 好 这就有了一个 哎 那太红了 是吧 把号都盖上了 那怎么办 可以有方法是把它往下移 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往下移啊 是不是可以往下移啊 还有什么方法 还有什么方法 可以控制它的位置了 哎 给后面这是什么 眼周不眼周 萌版吧 那么这个时候可以怎么样 可以涂它吗 哎 你可以看外面怎么样 是不是得萌上了 哎 放大点 这边怎么样 这边怎么样 看这边怎么样 这边怎么样 是不是都给蒙上了 哎 蒙上了 那么那么 那么这个这个贴回来呢 再看看 哎 怎么样 哎 中心的是怎么样 中心是发红的 那么这时候我说他反向一下吧 扛出哎 反向一下 是不是是不是外面他就 他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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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红颜色的有点不搭调 是吧 那那那那那那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哎 这这就是要改个颜色吧 比如说这个双击他 哎 这就是他的优势所在 可能 把它往蓝了拉一些 你再看外面是不是就深蓝 如果没有他是不是就单薄一些 对对 这样是不是更厚重一些 那么他跟这种图层有什么区别 你看看 我把它拉下来 实际差不多 那么他跟他跟这个 我新建一个图层 直接上来 用油漆桶 夸一图 这个有什么区别 我萌版是不是也可以放上来 萌版可以放上来吧 哎 萌版怎么复制啊 你看这个选中了之后 我点一下萌版出来了吧 出来了之后 把它按住奥键 Ctrl A Ctrl C 选中门版里面内容 按住奥键 啊 选中萌版里面的内容 Ctrl V 哎 这样粘贴过去了 这个样子效果是不是一样的 是不是是不是一样的 哎 基本上是一样的吧 基本上 那为什么会有点不一样呢 哎 这个实际 效果实际差不多 但是这种这种 如果你要改颜色的话 你是不是还得选颜色 然后用游系统再一图 然后才能改颜色 看这种怎么样啊 这种直接双击 它就可以改了 对不对 说改一个颜色 改一个 发发发发 紫的紫的 深一些 厚重一些 哎 那么这这这 它是不是就紫了 你看那是不是就紫了 也挺简单的 那么 这是第一大类的填充 第二大类是什么填充啊 渐变填充 点这看 第二大类 渐变 也就是渐变填充呗 渐变填充 选一个什么颜色 彩虹色 当我选中之后 你发现我用移动工具怎么样 是不是可以移动它呀 可以控制这个渐变 对不对 但这个渐变 它它也不是很很很可控 对不对 渐变 渐变本身是比较可控的 哎 你看这个这个颜色 角度渐变 角度渐变在这还挺好看吧 对吧 可以控制它的这个这个 这个角度位置 旋转一下 哎 你看那角度是不是很灵活 相对来说比较灵活 对吧 暖色呢 一般都靠上 为什么呀 哎 热功气上升啊 缩放 缩放 这个看不出来 缩放看什么看出来 看这个镜像的 你看镜像的缩放 能看出来吗 哎 能看出来吧 缩放 所谓的缩放 对不对 那么 我怎么老点这个 这个应该不用说了 这个这个 这个摁住了 就可以加一些点 颜色点呀 加一些不透明度控制点呀 对称间变 还有什么 菱形间变 我决定用角度间变 好 确定 还比较好看吧 这个时候 是不是后边又出现 这么这么一个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啊 蒙板 蒙板可以怎么样 可以蒙他 对不对 可以蒙他 怎么蒙啊 哎 这样一图 他是不是就蒙了 外外外外 外边是不是就 外外边是不是就控制起来的范围了 反过来用白笔图会怎么样 白笔是不是又图回来了 这个这个东西好用不好用 这个东西跟这个新建一个图层 这个有什么区别吗 比如说新建一个图层 然后把这关了 建一个图层 我用渐变工具去拉一个 什么渐变 这种渐变 选好了 什么角度渐变 对吧 角度渐变 然后把他眼睛开开 拉一个角度渐变出来 后边再加一个蒙板 然后再用再用黑笔去涂一下 是不是基本差不多呀 但是这个东西双击他能改吗 双击他改不了 只能改图层这个图层样式 那么这个东西他双击他能改吗 这个东西的双击是不是就能改呀 转个弯啊 什么的都比较灵活 但这个他有什么好处啊 这个他有什么好处 比如说这个时候 我这拉了一个渐变之后 我这块又拉了一个渐变 然后模式改了 改成什么 改成绿色了 你看他这块是不是可以拉出很多渐变来 我又改一角度的 哎 角度 我再改一个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什么呢 再改一个 正面这底的 比如说 这样拉一下 是不是出了一个 每次拉一下 是不是都出了一个 每次拉一下 是不是都出了一个 哎 颜色怎么样 越来越深 但是但是每一次拉拉 他是不是都出了一个东西啊 哎 包括这个 然后再改成绿色 他他可以更综合 对不对 更综合 可以拉出好几个来 对不对 但是这个他怎么样 这个他怎么样 他能不能拉出好几个来 这个这个镜像的双击他 我就算改成改成镜像的话 是不是只有一个呀 那你出了这好几个怎么办 想想出了这好几个的效果怎么办 哎 这这时候就是这样的效果了 比如说按住了他往这一拖动 是不是又出了这么一个 那么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比如说是什么 是绿色 那么这个 这 这个 这个 这个东西是不是就可以移动了 哎 包括就是双击他也可以移动 对吧 这块出了这么一个 可以缩放怎么样 小一点 这怎么样 是不是是不是又出了一个 然后怎么办 然后再出了一个呗 再出了一个 然后怎么办 再再双击他 再移动一下 再给他放大点 可不可以啊 可不可以啊 可以啊 哎 这是不是又出了一个 哎 这是不是又出了一个啊 然后你说这颜色不好看 那那那怎么办 换一个呗 换一个这个色了 哎 你看那他 他是不是 是不是感觉的 是不是感觉的 那这个这个萌萌 萌萌 现在不融合 那怎么办 他用黑颜色 哎 控制萌板呗 用白颜色控制萌板 对吧 你看那 这是不是 是不是又融合起来了 哎 融合起来了 那么这块还可以控制 他的这个这个 相应的这个这个 哎 把它把它怎么样 是不是这个这个 这个颜色可以 可以控制的更好一些 对吧 那么包括选择一些色彩模式 实际上 这样这样选择自载模式 相当于什么 是不是相当于在这 拉渐变的时候 选择他的色彩模式啊 这自载模式到底什么意思呀 不要着急 后边还会讲到 哎 这是什么 渐变类的 对不对 渐变类的 那么渐变类的 之后什么类的 渐变 实际还挺好看的 我觉得你看这个 把它往这边挪挪 方式不用捋 使用正常 哎 是不是是不是还可以啊 还可以吧 啊 这个改成 就很多种啊 实际你去看那个海报里面 很多都是这种 都是这种样子 这种样子 那么除了这个渐变类的 还有什么 再再加一个调整图层嘛 这会儿再加一个调整图层 哎 什么样调整图层呢 第三大类了 图案类的 什么图案啊 哎 你看这个什么 大力石是吧 大力石 哎 大力石效果 那么想要什么图案 就有什么图案吗 真的哎 你看 哎 那么图案怎么样 是 哎 这个 在这个这个鲜花的簇拥下 你知道这个挺好看的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用这个黑笔在这怎么样 涂抹一下 它是不是这个背景又出来了 当然我还可以控制它什么 控制图案的缩放 翻样了吗 哎 就比如说我可以移动它 你发现了吧 然后我再贴紧原点 它就贴回来了 缩放什么意思啊 哎 图案 密集一些 怎么样 现在图案怎么样 放大一些 对不对 就相当于地板砖那个方式 差不多吧 哎 这个你说改一下 是怎么样 改一下 那我改一下呗 改 改这个 改这个 哎 各种各样图案都还挺好看的 是吧 那么用图案 这个图案的方式 当然也可以调它的不透明度啊 混合模式啊 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东西 那么可以做出更好看的图片 那么咱们以前图案 学图案的时候学了一个什么呀 学了好像学了一个蚂蚁上树之类的吧 现在能不能能不能做这样的东西 哎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小兵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沙漠 能不能让让小兵在沙漠上排队啊 能不能啊 能不能让敲骨子小人出来啊 试试呗 试试呗 哎 把这个这个东西调出来 调出来之后 咱们以前经常遇到这个小人大小不活事的这个样子 对吧 图案 我看这个有没有啊 这个小人可能是找不到了啊 小人找不到 那么得重新重新载入图案了吧 重新载入图案 那么到这个小兵这块来 那么把它怎么样 Ctrl A 然后编辑定义一个图案预设 好 定义一个叫小兵一 那么定义了之后 然后这个时候到他这个图层上面 添加一个什么图层 图案图层 哎 看这个小兵怎么样 可以小兵缩小一点 可以放大一点 是不是都可以了 哎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就是 哎 这块就有了 这块 这块 就是他可以动态调整大小 对吧 他不像以前那个 以前那个 他必须得必须得得改变其中一个 要么是改变树的大小 要么改变蚂蚁的大小 对不对 听你原点 哎 可以移动移动 移动移动到这个位置 听你原点 听你原点 就是这个这个点 可能就是原点 59啊 59 好 这样了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有些不完整的 这个不完整的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把它选区 把它蒙上可不可以啊 哎 把这点撑到了 选区 哎 然后怎么办 你看这个后边有什么东西 哎 涂层 看能不能把它 添加涂层蒙版啊 现在不能添加 那么就是涂层蒙版上 这里边的那是什么白颜色 对吧 控制是不得爱 反选 外边是什么 是黑颜色 对不对 哎 黑颜色 这样这样是不是就对了 然后呢 再把这个白颜色区域选中 哎呦 用这个 他不让选 为什么呀 填充涂层不让选 那怎么办呢 那就搞成不是填充涂层呗 怎么才能不是天成涂层 直接砍着层 成不成 哎 这砍着层 拉的是蒙版区 你发现了吗 拉着蒙版区 那怎么办 就是就就就就想办法呗 那么这个时候 我把这个涂层 哎 删格化 成不成 哎 形状涂层 你看他就变成形状涂层了 这就变成形状涂层了 然后怎么办 然后我再用这个 他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不是可以了 我让他不用连续的 这样是不是可以了 删除 然后Ctrl D 当然可以不删除 对吧 可以怎么样 可以蒙上他吧 可以蒙上他吧 哎 错了 是在蒙版上蒙住他 对吧 Ctrl D 现在就有了 对不对 那么然后Ctrl T吧 Ctrl T怎么办 缩小一点 放大一点 放大一点到这个位置 然后呢 把它 哎 有些快捷键 比如按住Ctrl键 是吧 哎 是不是就迅速的摆上去了 摆上去了 哎 好 这样他就摆上去了 按住Ctrl键是什么 扭曲差不多吧 哎 实际有的时候不可不可绝对化啊 这个图层这样就做完了 当然我撤销撤销撤销 再会撤销撤销到这个填充图层的情况下 我怎么还能快速的把它把它变过来 那怎么办 新建一个图层 然后这两个图层都选中 Ctrl E 他是不是直接就变过来了 啊 是不是直接就这样可以选 可以可以Ctrl T了 对不对 很多方法啊 就是方法实际是什么呢 是让让大家用的啊 让大家用的 这次呢 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再见 三三个东西啊 是三类 三类填充图层 再唠叨唠叨啊 纯色纯色啊 渐变渐变 还有什么图案图案 三大类 就三类填充方法 这次就这样 谢谢大家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